大家好,我是文人 最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息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点 就是什么?就是美国连续的 出重拳,不断的对中共 这个形成打击 对吧,就包括众议院推出的很多 像这个决议案等等 很多很多吧,加起来有人数下 可能有20多将近30个针对 中共的这个制裁的决议 和等一些政策等等吧 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 几乎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 这个对于这个习近平 对于中南海冲击一定是 会非常这个巨大的 那美国呢在下一步还会做什么 对不对,下一步还会有什么 具体的这个举动,是咱们要关注 但是我想啊,未来 一定会越来越严厉 一定会越来越就是 切中要害打中这个 中共的这个七寸啊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过的,但是呢 随着整个美国的这个 力度不断的这个增强啊,然后 其他国家呢也纷纷 全部都这个跟上啊,不能 都是全部吧,很多都在跟上 看到这一些形式呢,就是也能,也能让人能够看到 中共,现在这个极其被动的这个出境 让我就想起那句话,痛打落水狗 这样的一个状况,中共现在真的是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被动 全世界吧,也是苦共久矣啊,然后 连续看到很多消息,我给大家 总结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比如说,印度财政部 啊,就是表态,将对 从中国和越南进口的部分 钢铁产品征收12% 到30%的这个关税 我看到的消息,据说啊,中国 是对印度最大的钢铁 的公用国,那么印度可能 对中国的钢铁加税呢,最高达到 30%,你看 印度都出手了,那么 他到印度呢,也会像一些其他的国家 你像包括泰国,包括土耳其 包括这个就是墨西哥 包括印尼 陆陆续续这些这段时间都对 这个中共出手了,包括像印尼哈 可能对中国的一些产品的关税 最高能达到200%,就是这样的 一个情况哈,印度 然后必须得谈加拿大哈 加拿大财长公开宣布 将对中国的电池半导体 关键矿物等产品加征 关税的潜在措施 启动为期30天的公众 质询期,就是要对中国一些 其他的产品啊,加税了 这个事情呢,加拿大做这个事情 它是一个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说加拿大 已经对中国电动车 加100%的关税 包括对钢和铝加征 这个关税,然后这个事情呢 引起了中共的这个强烈的反弹 中共就觉得啊,我对付不了你 美国还对付不了你加拿大吗 然后对加拿大实施压力 然后呢,又是要起诉加拿大 对不对 整体上给加拿大施加了很多很大的压力 但是加拿大根本就不领内茬 根本就不吃你那一套 对不对 同样,关键在这样的时刻呢 又对中国的电池啊 半导体关键矿物要进行这个加税 你看这个整个就是你来我往啊 针尖对脉盲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就是荷兰啊 今天我在第一个视频也提出了 荷兰议会通过动议拒绝接受中国称联大2758号决议啊 认定北京对台湾有主权的这个权势啊 就是说中共在曲解联大2758号决议 他们的意思就是很明确了 对吧 台湾就是不隶属于中国 对吧 哪怕是根据这个2758号决议 他也没有这个意思 就这个事情基本上打到中共的痛处 打到中共的这个七寸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这个事情吧 荷兰议会不是首例 在上个月末 把月末 当时澳大利亚也做出了类似的这个动议 然后这个事情呢 还有像这个更多国家 特别像欧盟扩展的这个趋势 这些呢 都会对中共 对中南海 对习近平造成剧烈的这个冲击 这我就不去郭德说了 因为我第一个视频 今天第一个视频也谈到这个事情了 然后呢 同样也是这个荷兰 要加大这个光刻机的这个出口管制 荷兰这个ASML这个公司 然后呢 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可能要取消 对于中国的这个已出售的光刻机 主要是深紫外光刻机 DOV的整体售后的这种服务 维修和维护 这一块 那这个事情可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件事情 就等于说是对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芯片产业 要形成一种毁灭性的这个打击 这个事情我们也都这个看到了 你看整体联系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事情简直太多太多了 然后这还没有完 还有什么呢 就是说 就是今天看到消息 就是今天 两艘德国海军舰艇 包括一艘护卫舰 今天星期五穿过这个台湾海峡 然后这是德国舰艇20年来 首次穿越台湾海峡 你看 就这个时间点 德国也参与进来了 对吧 就是要挑战你这个中共的这个权威 怎么的吧 是不是 你不是说吗 台湾是你这个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的 那我就穿越来给你看一看 对不对 它整体上就是这样 大家都不怕你中共了 我们就是一起来 对不对 而且这个穿越海峡 这个时间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看到好像美国有穿越 包括土耳其 包括好像加拿大 也有这样的这个举动 可能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通过穿越这个台湾海峡 来向中共示威 这样的事情呢 可能会这个越来越多 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 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啊 涉及到多少国家啊 对不对 但这里面核心 我们还是要看 还是要看美国啊 美国他做的这个事情 力度越大 他形成的这种示范效应 就越强烈 我一直强调嘛 在大选之前 对不对 美国两党 可能要公开对中共 采取很多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措施 包括像我刚才 我刚才有提到的 就是说 荷兰也好 澳洲也好 对吧 就要认定台湾的 这种独立这个地位 他这个决议案 就和美国的这个台湾 像台湾 就这样通过的 众议院通过台湾的决议案 形成呼应嘛 对不对 我们就认定台湾独立 你看你北京敢怎么办 你北京敢随便乱动 那美国的那个决议案 可能最终在参议院通过以后 包括总统签子就会生效 就要制裁你的这些官员 在国外的这些资产 冻结资产 它就形成一种相互 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和作用 总之这些一切的消息 对于中共来讲 对习近平来讲 那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 对不对 就是以前 大家对中共 还有很多这种恐惧的这种心理 主要觉得 就是说中共 它有两个方面 它让别人怕 它让你就是不敢对中共做什么 主要是两个因素 一个是利益的诱惑 还有一个就是武力的这种威胁 对不对 中共以前不就是这两方面 利益的诱惑 现在是越来越不行了 越来越没有钱了 各个方面 很多人也不想赚你这个钱了 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你现在能利益 能诱惑的就是一些 怎么说呢 咱们就不说了 那些国家 你们都知道的 对不对 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然后武力的威胁 现在慢慢大家 你就都变成笑话了 对不对 就从台湾这个事情 对吧 大家就能够看到 对不对 当年佩洛西来的时候 赵立冠爱那喊 对吧 什么什么 拭目以待 结果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 最近发生 台湾这个 对吧 赖清德总统 在就职演讲的时候 就说了两国互不隶属 结果中共这边文攻武贺 对不对 这个折腾了那么长时间 台湾根本就不 没把你放在眼里 对不对 赖清德总统 该说什么 还说什么 该做什么 还做什么 对不对 那说的那些话 一句比一句 直接打击中共 中共也做不了什么 所以说你这些事情 不仅仅是台湾人在看 大陆人在看 全世界的人都在看 别人都知道 你就是这么几心几俩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对不对 你既不能用利益 去驱动别人 做什么事情 你也没法 对吧 就是恐吓住别人 别人就该做什么 都做什么 而且同时 还有美国在前面 对不对 起到这种示范 和榜样的作用 那就一起来 那真就是痛打 落水果 我看这个方向 就是如此 对吧 咱们慢慢看 如果普京在北方 真正轰然倒塌的话 那大家就更不害怕了 对不对 普京都不行 对不对 你习近平 你几斤几两 我们还怕你吗 是不是 那在整个全球经济上的这种围堵 包括什么政治上的这种制裁等等 各个方面就会一起来 现在都已经形成这样的一种趋势和态势了 反正我是这样 有人说 不是你总是那么乐观 咱们就是要活得乐观一点 很多事情这些年不都走过来了吗 对不对 咱们看一看 对吧 我说的大的方向其实没有什么出入 习近平不就越来越困难了 难道不是吗 整体上这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